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凌晨,德甲友好戲上演 到時拜仁慕尼哈將助陣主場迎來柏林聯的挑戰 M直播到時終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拜仁賽季至今表現院聖柏林聯 而且前者近年對陣後者都佔盡優勢 再加上拜仁一向主場表現強勢 可見各方面困落於下風的柏林聯這次出征只能失望議會 拜仁一向是德甲冠軍的最有力競爭者 今季同樣不例外,儘管利華古信義軍突起 但拜仁在17輪聯賽戰敗時仍取得41個積分位居次席 暫時比多賽一輪的利華古信少7分 由於賽程還有一半左右 因此他們還有追趕的機會 球隊接下來肯定需要每場必真 金將對陣實力有限的柏林聯 相信拜仁肯定不會輕易錯過全取3分的大好機會 強悍的攻擊力絕對是拜仁的搶分法寶 他們聯賽至今寬場入球數超過3個 火力貫絕得及群紅 其中前鋒哈里卡尼無疑是球隊進攻方面的大腿 他今季聯賽已經有22球的進將 目前在神射手榜當中領跑 入球能力極強的他今將顯然是柏林聯後防線的心腹大患 此外攻擊手查母梅斯·阿娜近期腳鋒旁迅 他最近三輪聯賽攻入三球 當中不犯上演梅開二度的好戲 他今將表現都相當值得期待 更為利好的是 拜仁今季主場演出依舊搶眼 他們聯賽至今主場豪取七勝一和一負的佳職 主場勝率接近8勝 可見今次坐陣主場讓球隊充滿帝氣 陣容方面 前鋒沙治格納比和後衛金敏災等人 因各種原因無緣出展 柏林聯方面 他們今季表現確實令勇等失望 介印球隊聯賽至今僅錄得四勝兩和十負的劣跡 負率超過六成 暫時手握十四個積分的柏林聯主臨排在積分榜的末柳 稍有不慎就會跌入降班區的當中 球隊上下目前可謂壓力山大 另外柏林聯近況都是難盡人意 在最近四場正式賽事當中 他們僅取得可憐的一場勝利 其餘一和兩負 球隊現時明顯不在狀態 今次要威脅人強馬仗的霸人談何容易 再者 柏林聯這麼貴作客表現尤為糟糕 在前百輪聯賽作客賽事當中 他們只錄得一勝一和六負 期間總球數得失球比僅為7比17 明顯入不敷出 敢顯然被球隊今次出征夢想一層的陰影 更為令球迷擔憂的是 柏林聯過往對陣拜仁落盡下風 不僅長時間未能戰勝拜仁 而且最近四次交手環是輸了三次 立敗長次的失球數均達到三球滑以上 陣中球員恐怕會未戰先協 在這個情況下 柏林聯今次出征只能寄望輸小當贏 陣容方面 中長男尼基迪拉和艾沙拉道尼等人 因各自原因抉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